这是中国首家安德斯医院 虽然规模不大 只有56名医生和99张病床 但自开业以来 已经有数千名患者在这里体面地结束了自己的医生 年龄从三岁到一百岁不等 在这里 病人不会查任何管子 他们毫无畏惧地面对生命最后一刻 医院装潢以温暖的粉色为主 护士们也身着粉色之腹 室内摆设鲜花 外围则是绿树成荫的园区 营造出一种温馨而安宁的氛围 王学文是一位塞线癌晚期的患者 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已经度过五年 住院时医生预计他的生命只能再持续三个月 但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五年 尽管这五年对他来说充满了痛苦 癌症带来的剧烈疼痛几乎让他无法入睡 长时间的我床让他的四肢萎缩 生活无法自理 但王学文面对生死已显得非常坦然 他目睹了无数病友的离去 对死亡早已无所畏惧 今天是王学文五十岁的生日 护工为他洗头和清洁身体 尽管每一个小动作都让他疼痛万分 但他依然保持乐观 庆幸自己还能活着 一大早 他的母亲和哥哥一起赶到医院 为他准备了最喜欢的饭菜 共同庆祝他的生日 王学文将自己的生日蛋糕分给了隔壁的病友书果 晚上 医护人员还为他举办了一个充满欢笑的生日派对 王学文非常开心 然而第二天 隔壁病床的书果便离开了人世 面对空荡荡的床位 王学文握着书果孙女前一天送给他的音乐盒 心情复杂 心中无味杂陈 这是中国首家安德斯医院 这里的病人不接受任何治疗 只为体面地走完人生最后一刻 画面中的老人是梁静兰 今年71岁 她是一位退休的放射科医生 患有凶险癌 由于自己曾经的职业背景 她对自己的疾病了如指掌 梁静兰选择来到这家医院 是因为她已经对生死看得很开 在与癌症抗争的12年里 为了让母亲能开心地度过每一天 她的女儿带她四处旅游 拍下了无数珍贵的照片 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如今梁静兰唯一的担忧是她的老伴 她患有脑梗 需要时刻有人照顾 为了不让女儿负担太多 她决定将老伴安置在养老院生活 重阳节那天 梁静兰在医院里 与老伴和医护人员一起庆祝 她知道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过重阳节 因此格外珍惜这次相聚的时光 她心里明白 这次告别可能就是永别 在医院住了19天后 女儿把梁静兰的的老伴安顿进养老院 梁静兰深吸一口气 感到自己已无牵挂 平静地等待生命的终结 不久后 她的健康状况急转之下 最终陷入昏迷 当女儿及匆匆赶到医院时 梁静兰已经一时模糊 老伴也焦急地从养老院赶来 一路上泪流满面 情感深刻而争执 医院里 老伴默默地坐在梁静兰的床边 静静地守候 一言不发 梁静兰曾在一封信中申请地感谢 所有在生命最后罐头帮助她的人 并在相机里留下了她温暖的笑容 这笑容 无疑将成为陪伴老伴度过晚年的最美好回忆 这是中国首家安德斯医院 这里的病人不接受任何治疗 只为体面地走完人生最后一刻 画面中的男子叫做王龙 年仅27岁 他正面临着巨大的家庭悲剧 他的父亲王月经患有晚期致肠癌 目前住在这家临终关怀医院奄奄一息 同时他的母亲在前往医院探望父亲的途中遭遇车祸 导致脑震荡 左腿固折 以及右脚跟腱断裂 为了更好的照看双亲 王龙将母亲安置在离医院最近的另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生活的重压几乎让王龙崩溃 他感觉自己身体和心灵都被掏空 身边缺乏一个可以依靠的支柱 在这个艰难时刻 他甚至连哭都哭不出来 王龙几年前曾入伍服役 与父母的相处时间并不多 然而 这次家庭的巨变是他深刻感受到了与亲人分离的痛苦 每天工作结束后 他都会立刻赶到医院 陪伴在父亲的床边 尽管知道父亲剩余的时间不多 但他仍努力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几天后 他的父亲最终离开了人世 葬礼上 尽管王龙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但他的内心充满了悲痛 他一路唱着歌 捧着父亲的一项 希望这歌声能传达他的思念 当宁九送入火化炉时 王龙轻轻地触摸着棺木 面无表情地站立着 当被告知需要离开时 他终于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 时生痛哭起来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后 王龙在家中发现了 父亲留下的属于自己生肖的玉佩 父亲平时不多言 但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 他对儿子的深爱 三个月后 王龙开始逐渐从悲痛中恢复 积极乐观地照顾母亲 学习做饭 并经常陪母亲聊天 看到最后小编想说 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 哪个会先来 所以珍惜当下 珍惜眼前人的吧